最近有一期视频把Windows PC的续航底库都揭开了 就是隔壁对于笔记本电脑的续航分析 说实话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Windows PC确实急需优化续航能力 现在那些所谓的十几个小时的续航宣传 说难听点 大多都是虚标 那么Windows笔记本该如何优化续航呢? 刚刚荣耀发布的MagicBook 14锐龙版 搭载的OS Turbo技术就是为了优化笔记本的续航表现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场详细的续航测试 其中就包括那个很真实的续航测试方式 那么 这台电脑的续航表现究竟如何呢? 并且除了续航之外 还要哪些地方值得一测呢? 看完这期视频 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照例 我们得先介绍一下配置 CPU是AMD的R7-6800H 8核心16线程 内置了6800M核显 采用的是全新的RDNA2架构 内存用版载不可更换 容量是16GB 规格为LPDDR5 6400MHz 固态硬盘是一张美光2450 PCIe 4.0×4速率 屏幕跟Intel版本一样 2160×1440分辨率 100%sRGB色域 60Hz刷新率的14英寸IPS面板 全玻璃覆盖 高级感十足 参考说假方面我们先打在这个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么多项参数里 它的电池容量是最吸引人注目的地方 75Wh的电池对于游戏本可能不算大 但是对于一台14英寸的轻薄本来说确实不小了 尤其是机身重量和厚度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 提升的容量肯定是能为续航带来一定的保障的 那我们照理心用老朋友PCMark10来检验一下续航成绩 现代办公模式120nit屏幕亮度 关闭WiFi 实测的续航时间为15小时45分钟 这个表现放在去年可能比较平淡 但是放在今年大部分笔记本都续航缩水的情况下 能有个15小时那真的是弥足珍贵 其实不光是这台锐龙版 我们之前测试的Intel酷睿版续航表现也不差 都可以达到13个小时的成绩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得归功于荣耀推出的OS Turbo技术了 为了验证这项技术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分别在插电、离电状态下 各跑了一遍PCMark10的现代办公测试 可以看到插电状态下 CPU的性能释放是非常激进的 全程都保持在4.5-4.6GHz 此时CPU的功耗表现也非常奔放 平均大约是16W 在打开应用的场景经常奔到50W 当我拔掉电源之后再跑遍 结果就非常不一样了 从性能监控我们发现 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CPU频率从原本的4.6GHz 被限制到了1.5-2.5GHz这个区间内 除了在应用程序测试 CPU有那么几秒钟奔的比较高以外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根据降低功耗的原则 来压低CPU频率的 我们也对比了功耗曲线图 很明显 拔掉电源之后 CPU的平均功耗就只有5.8W 电实际上就是从这部分省出来的 看到这里我心里就有疑问了 省电是AMD CPU带来的特性 还是荣耀的OS Turbo作用的优化呢? 于是我们尝试退出荣耀电脑管架 又来跑一遍同样的测试 结果你猜怎么着 居然还真是OS Turbo起了作用 在退出之后 CPU的频率调度更加野蛮 基本是一直维持在2.7GHz 很少降低到1.5GHz的省电档位 同时为了满足性能需求 频率也是经常窜到了4.0GHz以上 调度规则跟插电状态下是比较接近的 对比功耗表格也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CPU平均功耗来到了8.1W 相比开启管架时多了2W 虽然最终的跑分成绩相比插电时下滑的更少 但是对于离电场景而言 CPU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耗电增加对于延长续航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 看到这里可能你们会说 PCMark10的续航负载太低了 主要是那些很轻度的应用 同时绝大多数时间里笔记本也在休息摸鱼 几乎是闲置状态 根本没有办法反映真实状态下笔记本能用多久 我们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跟极宽合作推行了一套日常仿真续航测试 这组测试里包含了轻贸本比较专业对口的应用套件 像是Office三件套、浏览器、聊天、音乐播放器 但是压力会相对大很多 比如说屏幕亮度从PCMark10推荐的120nit 提高到了更接近日常的200nit 并且根据大部分人使用电脑的习惯做了设置 像音乐后台常铸、时刻保湿联网等等 浏览器访问的网站内容也经过了精心挑选 大部分都是比较占用CPU资源的门户主页 对于轻贸本来说 频繁加载这些牛皮线广告是非常费电的 那么从初步测试的结果来看 在这种魔鬼测试下 类似XPS 13 Plus和X13之类的机型 续航表现都会急剧下降 而MacBook因为芯片加调度双优化 在续航表现上要远超出Windows PC 不过有这么差吗? 这我肯定是不服气的啊 我们来直接用荣耀这台MagicBook 14锐龙版来PK一下 同样的200尼特亮度 同样的设置以及网络环境 这台电脑从下午2点半开始测试 一直坚持到了差不多晚上12点 整整跑了9个小时才自动关机 成绩足足比XPS 13 Plus翻了2倍 这个表现我觉得才是Windows阵营应该有的水平吧 9小时日常联网使用 持续办公 从上班戒持到下班 对于大部分办公用户来说 续航焦虑应该是比较小的 再说了 持续工作这么久 中途总能找到一个插座让你充电吧 它的充电器兼容度也是非常高的 普通的60W PD头就不说了 向下兼容30W也是常规操作 更离谱的是10W的USB A2C 甚至是5V1A都能充电啊 再离谱一点充电宝也能充啊 就是充的慢一点罢了 上一个兼容性这么离谱的电脑 还是AMI的Mac呀 现在Windows笔记本也开始逐步支持这个功能了 都用充电宝供电了 我认为是真的不用过度担心续航问题了 那要是你说 非要跟苹果在续航上死磕 那么X86的芯片功耗确实做不到那么省电啊 Mac在弹机芯片上功耗都不到1W 软件也是有针对性优化的 牛皮线广告一个都不多 组件的一个都不少 这属于生态级别的碾压了 日常这些使用场景续航表现长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但是 你可别忘了 Windows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兼容性啊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极客玩不是喜欢测原神吗 那你们能在这台续航又长性能又牛逼的MacBook上玩原神吗 什么还没推出Mac版 现在只能云原神 哎呀你这不行啊 看我的 直接进入官网 下载安装仪器合成 打开客户端轻松进入游戏 那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直接过去一发十连 我们照样选取了离岳港跑图作为测试场景 这个场景在手机上基本都是720P分辨率完成的 那作为PC呢 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啊 测试分辨率我们保持原始的1440P 预设花质选择低 你看60帧稳稳的轻松秒杀 既然插着电性能表现那么厉害 那刚才我们测试过 离电情况下性能表现也会受到限制 那么游戏帧数会不会也受到限制呢 我们保持原神开启 直接把电源拔了再跑一圈试试 没想到平均还是60帧 也就拔电了一下有些小波动 这也行 看来低画质对于这张新的RDNN2核显丝毫没有压力 来 我们加码 继续不插电把画质开到中 这一下帧率的确稍微有些波动啊 最低只有32帧 平均51帧 算是一个勉强能玩的水平了 如果进一步开到高画质预设 那平均只有40帧了 最低帧也下降到了20左右 显然用一颗核显开高画质实在是太难为它了 原神对于配置来说还是有些要求的 不过目前这个表现我觉得已经很OK了 毕竟我们同样用这个分辨率的i7轻薄本去测 低画质的帧数都没办法稳定60 这台电脑能开到中画质完全超乎我的预期啊 所以说这颗核显到底哪这么强呢? 跟上一代最大的变化是架构从老旧的GCN换成了最新的RDNA2 这个RDNA2架构有多厉害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苏妈凭借它让6900XT跟3090打得有来有回 而在新的锐龙6000系处理器上680M核显也用上了这颗新架构 图形性能也必然会大幅提高 规格方面它拥有12个计算执行单元 768个流处理器 频率也给到了2200MHz 核心已经赶上入门独显的水平了 核显的显存是与内存共用的 这次AMD6000系列U升级到了LPDDR5规格 频率在MagicBook 14锐龙版上也是最高档位的6400MHz 可以说是足量超大杯无阉割的版本 跑分部分 3DMark Time Spy 2463分 FSE 3478分 Superposition教室1080P 1513分 这个表现有些强的离谱了 稳稳感超intel的核显性能 已经追上独显了 这苏妈的RDNA2野性是真的不小 不光碾压同行 还想从黄舅舅那里分一杯羹啊 我们也进一步测试了一下常规游戏 单机部分 古墓令暗影原分辨率 最高特效也能跑到25帧 1080P甚至能到34帧 我去 要知道这可是一颗核显 特效全开居然还能跑到主机级的帧率 只要降到中低特效 那60帧简直不要太轻松了 那咱们的挑战难度再升级一下 来试试赛博朋克2077 啊? 这台电脑居然在超级画质下还能跑分 实在是太离谱了吧 虽然帧数满 确实有点感人 但这明显已经超出轻某本应该有的工作范畴了 常规的两个主流网游我们也跑了一下 CSGO原生分辨率149帧 1080P下185.4帧 DOTA2原分辨率全开61帧 1080P下69帧 满足日常偶尔的修线娱乐应该还是足够的 不过帧数略为偏低 主要还是因为CPU部分拖了些后腿 如果是纯游戏的用途 那我觉得还是推荐你选购带独显的酷睿版 另外除了上面针对办公环节的Office三件套 普通生产力场景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Adobe三件套 成绩虽然相比独显本来说比较一般 但至少都能完整通过测试 没有报错 真要是喷上外出没有高性能台式机的场合 用来应付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在其他方面 MagicBook 14的屏幕散热 我们也在之前的酷睿版那期视频里有详细测试过 表现整体是符合预期的 性能释放能达到50W 表面温度和噪音也是轻毛本的理想水平 屏幕全玻璃覆盖同时拥有高亮度加高分辨率 在同价位里相对少见 当然了 也有更高刷新率就完美了 看完了续航和性能分析 相信各位对这台MagicBook 14锐龙版也有个大致的印象了 针对测试结果 我们总结了三条油缺点供各位参考 在我看来 新的锐龙6000处理器虽然没在游戏本里大放异彩 但是轻毛本里总算找回了场子 6800H绝对性能肯定是比不过12700H的 但是新加入的RDNA2核显让图形性能提高了不少 一些以前核显根本打不开的游戏 现在降低画质也能勉强玩一下 综合下来 这颗CPU在荣耀MagicBook 14锐龙版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需要性能时 插电能够给它带来50W的性能释放 而需要续航时 OS Turbo技术让它能够提供8-9个小时的日常应用续航 如今各家轻毛本厂商都在离电性能上挣个头破血流 而荣耀并没有参与这场内卷 反倒在减少出行焦虑上下起了功夫 这波操作可谓是相当接地气了 最后这台电脑我会推荐给那些对于轻毛本续航比较在意的办公人士 你可能需要经常外出见客户 一跑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很难在途中找到充电的地方 这台电脑的长续航应该能让你省心不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